我曾經當作蘋果日報的副總編輯 然後在聯合發委大概十幾年 1985到2002 主要是專攻市政新聞記者、政治新聞組記者 政治新聞組國會小組召集人 然後部會小組召集人、黨政小組召集人 政治新聞組長 然後總編輯的特別助理 然後採訪中心副主任 這個揮煌的歷史 我們台灣講這個食物跟理論的結合 何老師就是食物跟理論的結合代表 各位不要看說1985年到2002這幾年 在台灣的平面媒體來講 聯合包當時是第一大包 第一大包 那當然現在是不是了 你如果以月報量或者是訂報出來講 今天何老師呢是現任的我們大學也是傳播系的專門教授 很高興很高興 我特別怕挖下來 因為何老師本來就在聯繫一個禮拜好不好 我說不行了啦 我們都可以聯繫一個禮拜了 所以呢 我們有先看過 老師有先看過何老師的PP 蠻精彩的 我們失控一旦 然後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現在就開手歡迎我們何老師 各位好 那個剛才高老師介紹我 少介紹了一段 我曾經在何孫交了三年 就是跟他同事 我是傳譯系 今天在傳譯系 我今天跟各位談這個題目 當然這個題目是高老師指定的題目 可是我覺得它是很有趣 非常有趣的一個題目 主要是因為 這個各位經常 各位看報紙 看電視 你們常常會看到很多的假新聞 或者是錯的新聞 可是也許你都不知道 也許你都不知道 那有一些 我今天當然會舉一些例子 給各位看 那可能是比較 被人家拿出來討論的案子 可是也許各位也忽略到 那這個題目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媒體 媒體殺人的時候 常常是殺人於無形的 或者是那一刀砍下去以後 可能是人家 永遠一輩子 沒辦法恢復的那種痛 所以我們要 對這個題目呢 可以做一點理解 那 我們在談 我們在談新聞事業的真假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問題 值得我們在花這麼多的時間來研究 其實 其實我們如果從根源來看 傳播業的從業人員 基本上是沒有很多的法 沒有法令來管他 就是說如果他造假 那麼在我們台灣現有的法律裡面 是沒有法律管他的 很多造假的新聞呢 都沒事的 沒有法律上的問題的 很多的 我不是說全部 因為有些被起訴 起訴是用別的別的罪名去起訴的 並不是起訴他新聞造假 我們在中華民國的法律裡面 沒有新聞造假這一條的 對 那所以必須要靠 靠從業人員的自律 如果新聞從業人員沒有自律 我們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因為他最重要的就是說 新聞人員缺少了自律 他會嚴重的灼傷這個媒體的公信力 那當然我們各位大概講 你們上這個課常常會聽到一句話 就是媒體是第四權 媒體的第四權 他是獨立於行政立法 司法諸外的第四權 他必須要監督政府 可是各位想一想說媒體的這個權力來源是什麼 在憲法裡面沒有 在法律裡面沒有 都沒有 那這種權力的來源呢 我想各位可以仔細的思考一下說 為什麼媒體變成為第四權 他的權力來源在哪裡 那我提供一個說法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 因為新聞人員 新聞從業人員他必須要監督當道 監督我們的政府 那多數的社會大眾呢 他們信賴媒體 所以他們相信媒體的公正性 相信媒體報導正確 相信媒體的評論是對的 那所以他會去跟隨這些媒體的說法 然後去主要的是產生在投票上 因為他相信這些媒體 那麼他跟著媒體的我們說指引也好 引導也好 那他去投票 投票的結果就是對政府產生一個制度的力量 那所謂的媒體的歷史權 其實基本上他的權力來源是在這裡 那新聞人員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新聞人員或者是媒體 基本上是沒有所謂的法律在管他的 那所以這些必須要靠自律 必須要自己行政做的證 那只有正確客觀公正 必須要用這樣的態度來處理新聞 不要用自己的立場去報導新聞 不能為了自己的能不能賺錢 不能為了這樣的想法去報導新聞 新聞界常常出錯 那這種錯有的時候是無心的 無心的當然我們可以原諒他 可是有的錯是故意的 那種故意的就是所謂的造假新聞 播出的狀況下 我剛剛說過了說法律的層面不一定是很嚴重的 可是他傷害了媒體的公信力之後呢 如果這個社會的媒體沒有缺少了公信力 那麼這個社會的社會秩序可能會崩潰 所以呢我們需要知道說 如果一個媒體他自己因為造假新聞 而傷害了自己的公信力的話 那麼是這個媒體來自殺 我今天跟各位談得來 我們先看齁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媒體監督政府的力量是來自於他的公信力 因為社會大眾信任媒體 信任媒體結果呢就會影響到他們的投票行為 所以會對政府產生一個制衡的力量 新聞造假或錯誤呢 在多數的情況下 法律層面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說他的後果不是很嚴重 可是他會傷害媒體的公信力 那社會大眾如果覺得媒體不值得信賴呢 整個社會會出大腕子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傳譯系也好 在新聞系也好 在任何的大眾傳播學系也好 我們都會一再強調說正確客觀公正 會一再一再的強調 那我們在談這個的時候 各位也要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 媒體是沒有辦法報導全部的真相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如果各位今天要報導這一場演講 那假設我一個小時講200字 我講一個小時就好了 我是講一萬兩千字 那你去回去寫新聞 你可能寫到一萬兩千字嗎 不可能 這樣的新聞稿頂多600字給你 不錯了 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媒體怎麼可能報導全部的真相 所有的媒體對一件事情的報導 把它加起來 它還不等於真相 但是至少至少媒體要報導事實 媒體所報導的任何的資料 都是可以查證的 至少要做到這一點 那我們常常在講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到說 眼見不一定為庭 我們常常有一句話說眼見為庭 對不對 但是眼見不一定為庭 你們看這個 這是中國時報跟聯合報的照片 右邊的是中國時報的 左邊是聯合報的 那哪一張照片是對的 同一張照片 完全一模一樣 你們看那個頭髮 後面那個小船的背影 對不對 基本上是同一張照片 可是 為什麼兩個報紙分出來不一樣 當然 像這樣的事情 我會認為說 這個可能不是記者刻意要造假 很可能是公關公司在搞鬼 公關公司在造假 提供這樣照片的人 他把同一張照片把它弄成正反兩面 提供給記者 那記者如果不知道 這是無心犯的錯 所以 他的問題不是很大 可是 這個呢 你們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有這個人 這個人叫王小蘭 你看這張照片 沒了 這張照片是自由時報登出來的照片 原版的照片是這一張 原版的照片是這一張 自由時報在公元2007年的12月17號 在他的D10版 登了 教宗接見我們台灣朝經團代表的照片 然後呢 那張照片裡面是沒有 是這一張 自由時報登的是這一張 那聯合報就 就 後來 登了一個新聞說 自由時報 認為自由時報是有造假新聞 所以聯合報要登這個新聞的時候 還訪問了自由時報的記者 叫做張明星 這個記者呢 開始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一開始說 這張照片是法蘭茲 就是其他的那個 提供 提供那個詞 記者那個法蘭茲 那家公司所提供的 是說 照片是法蘭茲提供的 然後呢 聯合報的記者 再三的問以後 自由時報